大家好 很久沒見了 這條影片我想更新大家 我去哪裡這一年 因為我上一條影片是去年三月 足足一年沒有拍片 我想分享我這一年在搞什麼 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我先說 因為這條影片的題目 應該會講關於大圖那些 因為我之前post了一張照片 在instagram那張照片真的認得很差 因為這段covid期間 我真的很少化全妝 現在我化全妝 因為拍片 上一次我化全妝 可能是一段時間 可能我這一年也不夠五次化全妝 所以可能那張照片 我會放那張照片在這裡 你們先看看 可能只是化了眼線 還有一點遮瑕膏 加上角度問題 所以說角度真的非常重要 那張照片好像低炒了一點 總之拍得很醜 角度很有問題 那張照片 但我又想post 因為我一段時間沒有拍youtube 而且也想在instagram 跟大家互動一下 所以我不是帶肚子 而且我也沒有老公 還沒結婚 所以我不會帶肚子 而且我個人比較傳統一點 想可能結婚之後才有BB 而且也是想 可能最盡定了婚之後 意外這間店我就不知道 講完這招 就講一下 我去了哪裡 這一年 其實我的business 如果你們不知道 我有個start up 叫luxury fashion rentals 就是租借包包服務的 我就是去年一月尾 去launch的 所以已經是一年多了 真的比較忙 再加上我現在還在學 我五月中就完 然後我就畢業了 五月的時候很開心 然後是我第二個食肆學位 如果有新的觀眾不知道的話 雖然疫情的關係 我的生意其實也不如理想 但是 但是一件事是... 如果自己做老闆的話 其實真的是 二十四七 除了睡覺之外 很多時間 而且還要是e-commerce 很多時間我也是對著電腦 很多時候我還是回得長 可能是幫人打工的人 因為始終... 對 其實你什麼時候都可以 有人訂購 還有 有時候可能什麼時候的一點 都可能有人發電郵給你 或者問你問題 所以我算是on call 差一點 有沒有去到的 因為我也需要睡覺 我也有時候設定 business hours 但始終都是自己一盤生意 所以不同 像是朝九晚五的工 你真的朝九到晚五 那段時間就是上班 但我自己真的任何時間 但可能我凌晨三點也是在工作 我接下來不完業之後 我就會多一點時間 按照計 因為我很多時候 都不是想只焦點在一件事 可能會焦點在兩件事 我覺得三件真的太多 如果我工作 再加上翻學 再加上youtube 真的太多 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遲些不完業之後 我現在prince聖jr在後面 在掛他的床 所以可能你們會聽我的聲音 接下來不完業之後 這個五月之後 希望會多一點時間再拍片 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一年和上一年也是 沒有這個畢業禮 只是virtual 其實真的有點可惜 其實也很期待 一直都很期待這個畢業禮 但我不想 其實我可以 等下一年才畢業 但我又不想再拖 也想快點完成學業之後 可以focus回事業上 還有講開疫情 我講講美國這邊的狀況 其實我的相機在斬 準備剪了這段影片 很不習慣拍片 因為一段時間沒有拍片 有點不習慣 而且我現在有點累 其實現在是多少點呢 現在是2點半 因為我剛才開了一個live 如果有看的話 這邊很多餐廳 或者店舖都倒閉 大棋倒閉 小棋更加倒閉 極度極度嚴重 比起香港 因為始終香港 都可以說 為甚麼都可以 類似正常運作 只是戴口罩 但這一邊 這一陣子才開餐廳 因為之前開過一陣子 之後又收回 而且也是看州份的 我在加州 所以每一個州 都有不同的州長 不同的law 或者 rules 所以這一邊真的比較加州 而且紐約都比較嚴謹 所以真的很多中小企 或者大企 都塗不住 所以 另外學校方面 這一邊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大學全部都是zoom 都不能in person 我知道香港也可以說 上學戴口罩 但是這裡全部都是zoom 而且之前聽說過 這一年全部都是online 因為這邊真的很嚴重 因為可能始終 香港經歷過沙士 所以可能有安全意識比較高 這些生意 始終是rentals 都是一些 可能有什麼派對 有什麼wedding 或者是gathering 才會租借包包 所以現在也沒有這些 現在可能也有人搞house party 小小的都有 但是不像平時一樣 還有 還有說一下他們的打針 這邊在加州這個州 是4月15號 所有人都可以打針 之前是分年齡 和分顏色 就是race 但是每個州真的不同 我其實也不太清楚 因為我自己 沒有打算打的 所以我不太follow 那麼多這些打針的東西 可能知道一點 不知道一點 但是我其實一心 沒有打算打的 還是看定一點 而且我知道我的身體 不是100%健康 所以我真的不想 take這個chance 而且如果真的去打針的朋友 也謝謝你 感謝你 你有這樣的勇氣去打針 因為始終比較新 好像Texas 三月多的時候 整個州就開 好像平時normal 不需要require 以及不用manitory 去戴口罩 真的 每個州真的不同 在加州 我其實真的不太知道其他州 因為有50個州 所以每個州都是不同 很難去管制 因為始終每個州 都有不同的規矩 所以感覺好像 整天都沒... 為什麼呢 是好了 但是整天都可能會 一些時間 比於香港 或者可能亞洲的地方 因為始終都是 可能是 為什麼呢 整個國家 做同一件事 好像香港 整個香港都要守這個法律 好了 講完疫情了 現在就講回我的事業 以及學業 學業方面 其實這個學期 真的比較chill一點 因為通常 熟到食肆的時候 最後那個學期 通常要看你哪家學校 以及哪一個major 我自己的major家 學校需要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一份project 我做的也可以應用在我的business 就是一個recommendation engine 就是可以 客人打 價錢 顏色 或者 需要的容量 或者 總之問他們幾個問題 之後 generate一些包包出來 可以省時間 不用去看那麼多包包去選擇 另外試業方面 我有好消息 luxury fashion rentals 擴充 現在衝出國際 大家 現在準備做買的生意 以及買的 但我詳盡的 遲些再講 做租者這個服務 始終市場比較小 加上我失色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轉轉我的business model 而且始終是新的business 所以怎麼說 我以前經常覺得 可能要完美 但其實很多時候 大公司那些都 其實在慢慢改善 不需要 經常說你要做開這件事 就要做這件事 其實我現在有點open minded 而且我的名字也是 luxury fashion rentals 我沒打算轉 聽到rent 也可能會想起 有機會可以買的 所以我也保持這個名字 而且講一講買方面 你們是我的觀眾 正在看影片的朋友 我始終做這個網站 我有一間公司 有個團隊幫我做我的網站 所以需要一些時間去做 這個網站 不是馬上有就有 所以我會優先給我的觀眾 先買包包 因為始終你們追蹤了我很久 而且多謝你們一直支持 所以讓你們優先 我create了一個instagram 叫做elenehousecloset 放在這裡 你們可以看看有沒有什麼包包 你們喜歡 之前我放在luxuryfresherrentals.com 因為之後會給全部人 任何人 到時整個世界都可以買 遲些我會搞一個campaign 到時候再講 不過如果沒有興趣買的朋友 請支持followelenehousecloset 我應該不只擺包包 可能我放一些東西上去 可能遲些我不太肯定 遺忘了說 如果還沒follow luxuryfresherrentals的instagram 和youtube頻道的你 快點follow 因為其實youtube頻道 有影片 現在是luxuryfresherrentals 是新的東西 然後是英文影片 就是關於兩個的 topic 就是講handbag tour 另外就是講一些brand的history 所以如果對luxuryfresherrents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subscribe 而且也可以學一下英文 也很短的 真的比較商業一點 真的 通常商業那些 通常的video都不是太長 真的類似這樣 然後也想做一下marketing 我讀開marketing 當然要 而且我在youtube開始 當然要拍youtube影片 創業之後我也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我覺得自己成熟了 而且始終現在30歲 31歲 踏入三字頭 我的想法 對包包和金錢觀的看法 也是完全不同 因為創業之後 真的覺得賺錢艱難 賺錢很難 真的 我真的非常幸福 所以我真的要很appreciate 我自己這麼幸福 覺得我的人好像踏實了 不要那麼揮霍 真的 真的 其實 開始一個business 花很多錢 去製作這個網站 而且始終自己 我也懂得怎樣去create website 但未去到這麼advanced的level 因為我是在用WooCommerce 所以真的不是平時 始終有規模 另外也想給你們看 Junior在這裡 大仔在這裡 Junior 他現在很重 不知為何 剛才為了他吃光棒 現在超重 而且他們摔了髮 比較短一點 Hello Prince在這裡 Prince 他不給我 過來過來 過來 要抓他過來 他在這裡 Prince在這裡 因為他剛剛吃完 他現在很骯髒 而且我餵他們吃光棒 有一點點顏色 所以他這個 很骯髒 他經常都很骯髒 他不像Junior Junior經常在這裡 清潔 想給你們看 他們現在都非常好 也是一樣 沒什麼變 他們的生活也是一樣 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感覺好像拍了很久 因為可能真的 很久沒對著鏡頭 有點不習慣 而且現在有點累 因為我剛才 打算開完Live之後 打算去拍片 誰知道沒電 我很久沒拍片 我兩塊電都沒電 所以要叉一叉 所以 我接下來 不可以promise大家 好像以前這樣 一個星期出一條影片 不可以promise 因為始終我五月中才完成 學期之後 會多一點時間 現在還是有點忙 所以 但我也想拍多一點影片的未來 我之前開了Live 收集了你們的意見 我也會拍一些更新的 皮膚治療程 可能拍多一點 可能拍car tour 我換了車 可能拍一些生活上的影片 還有如果你們有提議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也會拍一些開箱影片 如果我有開箱影片 賣東西的話 但坦白說 我這一年真的沒有買東西 這一年剛剛三月尾 現在 沒有買任何包包 上一年也有一點 但真的買少了很多 我之前也說過 我可能看法有點不同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 忘記了 我之前很順口 然後說完了 好 拜拜